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些都是一些 资本一个语法 没有什么一个逻辑的 这子本上需要记一下 然后接下来看一个类型别名 类型别名了 在什么地方还会用到了在结构体 就是在结构体是我们还会用 然后在那个叫做方法是也会用 这个类型别名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它的重要了 不仅仅在这里面了 是因为后面了 我们方法是必须要用到一个类型别名 我们后面再来看 类型别名了 那现在来看的话是特别特别简单一个 就是一个关键字 它有什么用的呢 它的作用 是什么一个作用 实际上就是给一个名字起一个别名而已 比如说你看现实生活中啊 也有一些小伙伴的一个名字写的比较长 然后面就给他起个小小名 哎 你这个是小花 小方 类似这种 好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类型别名怎么用啊 有个关键字 type 然后紧接着说我写一个b哥 印他 然后接着就是一个印他64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给这个印他64 起 一个 别名叫 谁了 b哥印他就代表很大一个印他类型 很大一个印他类型 好 紧接着你呢 后面你写个 b哥 然后底下写个a 好 最终就等 价于谁了 等价于印他64a 写一个这一个 好 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测一下呢 a type s 百分号 t 看一下它是什么类型 这个a是什么类型啊 小一个 语法第几行第9行 第9行 and off 啊 所以啊 前面挂 忘了一个关键字 你声明变量就必须要加上这个 哇 这个关键字啊 然后紧接着了 这个风格 太像那个 西元风格不是那样写 变量先放这 这是变量名 后面才是类型啊 啊 啊 这才是对的啊 否则是编不过了 就说 类型放后面 中间是变量名 前面有个关键字 哇 好 看到在这里面呢 哎 这个类型是闷里面的b哥 印他 因为他这边后面改了一个这个名字啊 改这个名字 要接着你同 你可以同时进行一个多个多个一起改别名 你加个圆括号 然后假如说我在这边再起个别名啊 好 弄个 印他 给谁起别名啊 64 好了 紧接着我起个别名 这边没差类型吗 我起个别名 他不就有差类型了吗 好 这一个就叫做弄个类型吗 看到了 要接着这样的话呢 最终我就写一个 b 弄个 好了 紧接着我再写一个b 找找手给他做一个初始化 等于11 好 接着再写一个 var 然后ch 然后接着来个差类型等于多少呢 等于一个字符a 好 那这一个 不就等价于 印他64吗 那这一个呢 就等价于一个byte吗 好 我们打印一下 好 没看到 这个是11 这个就字符了 好 那下买了 好 我们打印一下 好 这一种 好 这个写字符 好 冷写字符 好太吓了 好 再 verst 谢谢观看